大家好,我是Stan 台灣的一位長髮男引起了韓國網友們的關注 一位左臉頰貼著繃帶的男子站在攝影機前面 他的一句話不僅在台灣、日本 連讓韓國的宅宅們也瘋狂了 20多歲的男子許先生 在上個月21號的地鐵內 制服了一名持刀行凶的男子 儘管臉部受傷 他並未退縮 並與其他乘客一同制服了行凶者 許先生的臉頰被割開超過9公分 但他仍勇敢的挺身而出 因此獲得了地鐵長髮大哥的後稱 台中市政府 向許先生和其他17名協助制服嫌犯的民眾 頒發了表揚狀 而這件事情在韓國引起關注的理由是 許先生的一句話 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引用自那個張聰福利連 如果是勇者心魅了的話 我相信他也會這麼做的 這位義士提到了日本漫畫 《葬送的福利連》中 出現的勇者心魅了 心魅了是一個具有高商品格 不去勇氣 並且致力於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的 像精神角色 漫畫中的夥伴們 每當面臨困難時 總是習慣性地說 如果是心魅了 他一定會這麼做 許先生的採訪 在日本《葬送的福利連》粉絲中 也成為了熱門話題 在日本的X上出現了像 這就是轉世成為現代台灣人的 勇者心魅了的樣子嗎 這樣的反應 《葬送的福利連》官方S賬號 也在次日發布了該台詞和漫畫片段 向許先生的一舉表示敬意 當天 許先生穿著遊戲角色的藍色夾克 參加了採訪 他表示自己是一個深深熱愛某個領域的 Otaku 希望自己的行為能改變社會對Otaku的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如果是勇者心魅了 他一定會這麼做 光看這句話可能會覺得是宅男的台詞 但當行動伴隨在其中時 這句話真的充滿了力量 就只是個很帥的人變成了宅男嗎 真的很帥氣啊 在地鐵箱里人群都擠在一起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但他一個人流著血去阻擋 結果他受了最多的傷 讓其他人受傷比較少 去看了影片 他流了很多血 但還是幾次重新去抓住那個人 其他市民也跑來幫忙制服他 在那種情況下 讓爭議感附属行動真的很困難 他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的朋友啊 不管是不是宅男都無所謂 他的勇氣是一種應該被尊敬的行為 我也會努力去做我喜歡的事 並且在別人陷入危險時伸出原首 這應該就是作品帶來的正能量 每次只看那些 讓人腦袋麻木的短影片的 我和周圍的朋友們 都應該反省一下 作為搶聪的Pretium的粉絲 稍微補充一下的話 講第一集開頭的內容算是劇透嗎 擔心的人關掉影片 這個漫畫講述了 從勇者西梅爾去世後開始 描述了活了幾千年的精靈福利連 回憶與他一起旅行的旅程 並再次踏上旅途的故事 通常漫畫都是在魔王 也就是打敗最後一關大王後 故事會以快樂結局結尾 但這部作品涵蓋了之後的故事 讓人覺得很新鮮 而且這部漫畫 沒有善情和令人不适的元素 非常平靜和平 能讓人反思生命和時間的作品 真心推薦給大家 如果覺得不好看 是我的錯 如果覺得好看 是我的功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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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